因为这个软体的话其实它更新的速度很快 它已经推出五年了 但是呢一直还在0.1几的版本 所以你就发现它距离1.0正式版还很遥远 可是它的功能已经很让人家惊艳了 你想看看我们就是剪接影片 老师可能有用过威力导演 有用过剪映或者像Premiere之类的 我们一般标准的剪接软体都是以什么为主 以剧情为主 就是影片的那个剧情为主 但是如果以我们老师的使用状况来讲 是不是以口说口述为主 对不对 那有一种另外的情景就是访谈 访谈记录嘛 是不是都是口述的 那如果你要用我们标准的这种影片剪接软体去剪辑 你就很难知道说我讲到这边 它到底是讲到什么字 对不对 因为你只看到声波嘛 你知道那里有讲话 可是你得到那边再播放一下 我才知道说这个是讲什么 但是我们的Premiere呢 它很大的创新就是它把剪接软体变成是文书处理软体 你觉得你握得行不行 你怎么那么聪明 因为你之前有看一个直播 有个老师直播 那下来同步字幕 同步字幕那是另外的 我有介绍那个同步字幕的 那是另外的 来给你看一下 来你看我先播一下这一段好不好 这个是它的demo 来我们播一下这个 韩国的台湾女孩 嗨嗨大家好我是Karen 今天呢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好首先你可以看到 它把每一句话有没有变成好像投影片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看一下 它很特别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它有分成上面跟下面 上面就是剪接影片 下面就是剪辑字幕 这样了解 好那你看哦 它现在是说嗨大家好 我是谁谁谁对不对 请问我可不可以把它颠倒过来 我是谁谁谁嗨大家好 如果你用标准的影片剪接软体 你应该就有点头大了 我到底要到那里一刀切下去 然后剪开之后拉上来再移到上面去 这里怎么需要那么麻烦勾起来 有没有我这个投影片有没有勾起来了 按着往上拉 好了 真来假的马上试一下 等一下 我是Karen 今天呢 嗨嗨大家好 我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这样可以接受吧 嗯 你 剪接影片喜欢用文书处理还喜欢用 呵呵呵呵呵 好那可是这里还有一个缺点哦 什么缺点 我是谁谁谁 后面是不是多一个今天呢 好啊 请问可不可以换行 换行你会按哪一个 对嘛 你会你看 有没有换行 今天呢 要放在什么 大家好之后啊 对不对 按着它拿下来 这样你有感觉到你视力变好的吧 呵呵呵呵 来我们play一下看看 你看我回到这里来 我是Karen 嗨嗨大家好 今天呢 是在家工作的一天 有没有 这样你不觉得人生愉快很多吗 呵呵呵 因为我们是以语音为主 如果你今天是表演类的 我当然就会告诉你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 但是如果我是以语音为主的 比如说哎 老师也可以做那个什么同学呃演讲的啊 对不对 我预录下来那我就可以帮他加字幕啊 也可以啊 对或话剧的也OK啊 当然可以啊 对我们现在是体验而已哦 所以我用线上的嘛 你要完整的功能还是要用安装的 但是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刚刚这样是不是就OK了 那如果我中签你看 呃我看一下哈 我是谁谁谁的糟糕 这里有没有多一个的 嗯 请问怎么办 多一个字 前面这个字要删掉怎么办 Delete是删后面的 骗我 对 对嘛 有没有 这样子 有没有删掉 顺便字删掉 没有问题 太酷了哦 如果什么事情都这样就好了 哈哈哈 对啊 哎很好嘛 哎那万一这里面有缺字 你也可以再加啊 嗯 好 就是说你可以 比如说哎这个一天 我有选起来Ctrl加C 拿到在大家好一天 有没有就过来了 对啊 为什么不能复制 喂 哈哈哈 对 好 听看看 嗨嗨大家好 今天呢是在加工 有没有 只是因为这个很短啊 好 所以可能大家听到声音比较不清楚 所以 他会帮我们自动辨识那个 文字的内容 当然如果你觉得他辨识不够准 你也可以在简印那边 辨识好了之后再拿过来 因为简印对中文的辨识比较准确嘛 其实我跟各位讲 最近我又试了另外一个 我们不是open AI吗 chip gtt 对不对 哎他有三大模组 第三大模组就是语音辨识 你用那一个辨识的准确度比简印还要高 我最近那一段的那个教学影片我就是用那个做 虽然他的辨识速度没有像简印那么快会稍微慢一点点 可是正确度高的话我觉得这值得啊 因为我减少了什么 我剪接的时间啊 对不对 那我要改的东西就相对更少了 所以那个时间又补回来 嘿嘿嘿嘿嘿 所以这个以后我会介绍啦 我会再写一篇介绍一下 这是大学的课程 没有啊 这是网红的课程啊 呵呵呵呵 对啊 我自己就是这样用的啊 对啊 所以你喜欢用大学就用大学啊 教小朋友也可以用啊 为什么不能用啊 没有啊 现在人人都是网红啊 对啊 就看你啦 嘿嘿嘿 好 那所以这样子 那你看哦 我可不可以再增加一些 你看我的影片有没有都有片头哦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来 比如说像这个 Thank you inspire 这个 我也有录教学影片 在这里 好 那我就play一下 哎 就是我们有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心得 就想要分享一下 所以你看我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片头 他本身就是 然后其实 呃 老师说 因为你们现在比较听不清楚哦 事实上我 这个声音后面都还有一个背景音乐 也就是说 你没有购买他的 可能说比较后面的 老师可以使用 所以呢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 那个 那个 直接在云端屋上 就能够 就访谈的时候 我可以有一个 很专业的工具 小小背景音乐 那可以稍微 就是让这个 气氛比较融合 那 我们在本书里面 都可以加入这些东西 你只要进到他的官方 我现在在做的 这个都是用文端做的 只是录影 我只用 嗯 你有没有看到 肩膀 对不对 等我讲解完了 因为我都是先写完 布洛格文章 首先 第一个 就是他只能使用在 所以你现在看到 就是我先讲解 我布洛格上文章的内容 没有办法在其他浏览器上 然后我后面再来做实际的操作 选择你要的颜色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只是我这次找虚拟角色来代言 例如说这个项链口琴 它就是有四个孔洞 每一个孔洞就是吹 像这个 像这样子 那如果呢 当然可以的话 这样了解 其实是在双萤幕的操作下 就是像这样用 那在Vizu里面呢 它可以像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说 我刚刚讲 它有AI的功能 那这个我用另外一段先录一下 我这里先停